第17题 已知呢 f of x呢 它是一个一次函数 一次函数是一个线形函数 而且是斜的 斜的直线 f of –3大于0 而且呢 f of –1等于0 那下列这四个式子呢 哪一个是正确的 好我们先来画一个直角坐标 帮助我们呢 来解决这个问题 f of –3大于0 f of –3 把x的 –3带进去 y算出来会大于0 大于0 也就是说 这里呢 它是一个 这个点呢 应该会在第二项线 而且呢 f of –1等于0 也就是说呢 这个一次函数的图形 这个直线呢 会通过 x坐标负1 y坐标0 的那一个点 负1 0 的这个点 判断下面的四个式子里面呢 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这个直线呢 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它说呢 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题目上讲 f 0 0带进去 是负的 对不对呢 0带进去 是负的 没错 0 x等于0的时候 y算出来是负的 第一个是对 第二个 f2 大于0 f of –2 2在这个地方 在x轴正向 这条直线 在x轴正向的时候呢 它的y坐标 都是负的 所以b选项 f2 应该是 小于0 这个错了 第三个 f of –2 负2在这个地方 带进来 应该是要 大于0才对 第三个 c选项 也是错的 第四个 f3 大于 f of –2 f of –3 越往 x x坐标呢 越来越大 它的y坐标呢 反而是 越来越 小 f of –3 它的 y坐标是负的 f of –2 算出来 y坐标是正的 由此可知 f of –3 应该比较 小 f of –2 应该比较大 方向弄错了 所以这一题呢 答案选 a 这个选项